接下來要進入的是一個重點 就是有關於ST圖 打點計時器的打點圖 然後用這個東西來算我們的加速度 這是我們的一個重點 這就是第一個特別大的簡單沒有什麼程度的 立體 他問你說這玩意做什麼運動 好 看就知道了 稍微認真一點 老師說為他搭起有一個橋樑 打草 發現顯示都是每經過兩秒鐘會前進一公尺 都一樣 意思都一樣 都是兩秒鐘前進一公尺 所以怎麼運動 等速度運動 等速度運動 OK 那請問你 一兩秒的速度多少 我不會做耶 第兩秒的速度是什麼運動 是什麼速度 順時速度 有時候我們說說我會算順時嗎 我會 那我又怎麼辦 平均會等於順時嘛 因為我是等速度運動 所以隨時的速度都相同 因此平均速度就是順時速度 你就算平均就好 上面 隨便挑兩個點 隨便你挑兩個點 隨便你挑 0秒 1秒 0秒 3秒 1秒 4秒 1秒 5秒 隨便你挑 隨便挑兩個點 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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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進去 分出來 0.5 分出來 0.5 OK 好 這是例題0.6 這個簡單的分問題 下一個就會 以後會出現要請你做計算的問題 他說有一個東西 這個就是打點計時器 沒有沒有 訊息到 時間間隔都一樣 看到嗎 間隔1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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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就打點計時器 轟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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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問你說 下列敘述 何則正確 他你可以看得到喔 0到1秒位於6公尺 1到2秒位於5公尺 2到3秒位於5公尺 位於4公尺,對不對?6減0是6,11減65嘛,15減1是4嘛,11是14嘛 表態越來越怎樣? 動的越來越少,越來越慢,越來越慢 所以呢,它是速度會逐漸的減少 因此它不是一個等速度運動 它是速度在逐漸的減少 所以呢,我們A跟C都是錯 A跟C都是錯 那它的加速到底多少勒? 對不對?好,我們現在用碳 0到1秒速度是6 因為花1秒鐘走6嘛 1到2秒速度是5 2到3秒呢速度是4 欸?好像每經過一個間隔少多少多少? 少1對不對? 每一個1秒鐘差1嘛,對不對? 每差2就差1 每間隔0到3秒,然後6、5、4 所以每經過一個間隔1秒鐘 每次間隔1秒鐘 然後速度會變化就是少1 所以就是負1 對負1 所以答案就選B 這是用看的 我待會兒會告訴你 我們怎麼樣用一個做法把它算出來 OK?把它算出來 那我再告訴你 就是我們的做法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OK嗎? OK 好,那就先這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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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